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队正有系统地将敌人逐出阵地 不过乌克拉军事分析人士哈利·布斯基 接受乌克拉NV电台访问时说 在南部向比光斯特推进的情况非常困难 俄罗斯国防报14日发布的战程报告质指 俄军在乌克拉放暴 击退组军16次袭击 包括双方长期差别的马林卡镇 以及巴默特附近 据战略意义的克里岑基夫卡串 从双方表上都看得出来 前线战士打得非常艰苦较着 互有攻防 但英勇的乌克拉军民必胜 这样照下来 阮先生就带你来看看 这两天前线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先来看看俄罗斯日占主动的东北线战场 呼类杨斯赫 施亚托夫方向 昨日乌军第922机下法律部队 重复被杨斯赫逼近贝尔斯托夫 并在这里守军第103国土防御队的帮助下 成功掉回俄罗斯军队前前占领的阵地 俄军第1431团和第7摩布法保兵役被迫向后撤退 哈利米纳方向 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拉伯尔承认 他所报道的俄军攻占托尔斯赫是错误的 这个方向的乌军在得到大约一个人的振援之后 成功发动反击 将俄军推离托尔斯赫的东部 目前这里的战线 基本又回到俄军出发的位置 不过斯托托夫哈利米纳一线及俄罗斯本土 比较容易获得补给振援 军面临价比较大 商务亦确实不少 通往胜利的道路 从来就是勇士的鲜血铺走的 巴默特方向 乌军继续在南北洋翼推进 在巴默特北部 在较早时候成功地向阿科夫尼富卡发起进攻之后 运向东推进至池塘尔南 向西村过田野 目前哈鲜莫波尼富卡 尼古拉耶富卡 和萨科范塞提的俄军 以免被包围的危险 在巴默特南翼基村 运一面素雷一面向村内推进 俄军第32旅看起来要顶不住了 乌军目前已经占领了巴默特南翼 几乎所有的山头和野战具点 并在很多地方度过了运河 与此同时 第22魔部法律的BM-21格拉德志恒多管火箭炮 持续对俄军阵地将是猛烈炮击 也就是说 乌军在巴默特南北持续给俄军施加压力 巴默特15000俄罗斯手军 但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但这个地方是普利哥昌花了9个月 死了几万人打下来的 所以在邵伊古银中 人死住了 巴默特亦绝对不能够生 从上个月初开始 河军第三特级女周重南翼迂回巴士后方 在踢穿高地群周围和俄军血声争夺 在上风严领下 俄军一个魔部女硬顶了二十多日 副女长战死也没有后退一步 直到第98空降司的角团上来增援 为什么这个俄军女这么硬骨头 原来在她的后方 上风安排了车神军的一个翼装当独战队 从之前的影片中看 凡是没有接到命令后接的部队被独战队捉住 这就是直接就地格什麽轮 连审判的席序都限制了 看来俄军高层为了一样部队打下去 什么方法都用不尽 包括这种斯大林传来的祖传比方 据最新的消息 这个散兵脱上来没多久 亦死了几百人 不过 绍伊古不准从乘伯罗热抽一兵一进 而是不远千里 从罪里亚调回来几千俄罗斯老兵 直接顶在巴默特南翼 居现场乌军官兵说 这些驻进俄军 战术动作行熟 总不怕死 战斗力和阿加勒不相上效 看来这里很可能要打成第二次巴默特战役 成为吞噪双方一支又一支新力军的无底洞 俄国方面也在效仿乌军的维丽救赵 在路近斯坦摆开大军 做出反扑利玛的架势 下一步就看赞龙日内接不接招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 有谁动了的知识? 前日的新冷战亭室 我才跟大家报道过俄军征徊第58集团军司令 波波夫少将被交易版大元帅设计的消息 今天就有例一春 看来真正打败俄罗斯的 很可能不是乌克拉人 而是自己人 这样打下去肯定不出大事 昨日俄军第一坦克集团军投入一个坦克营 两个步兵营兵的兵力 在战线北部的斯亚托夫 哈雷明纳之间大大出手 以6级入乌军预备队增援 減轻习布罗列四个集团军的压力 俄军很聪明 瞄准了乌军在这条线的两个国土防御女结合部 第一波刺周投入一个坦克廉 带着十多部BMP严版冲 乌军阵地一度被打开缺口 情勢相当危急 最终乌军出动两个人的预备队 打了一个很漂亮的反击 将俄军赶回原先的出发阵地 甚至还捉了一个建制般的俘虏 据悉这个打得很猛的乌军部队 就是著名的搭分旗营 看来乌军是这一线虽然没有主力女 但还有准备的 主观将手中的好部队都集中在后方阵地 作为预备队立在手上 一旦俄军击出头 马逊用这几个铁拳迎头痛击 从战例来看 在防御作战中 即使一线部队素质差没有重武器 但只要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 把好反冲击的时机 这种机动防御和弹性防御相结合的战法 是能收到其效的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南部战线 也就是乌军大反攻的主战场 先说哈尔索方向 乌军在地底部阻岸桥桃堡阵地的人员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并在一定程度上向上游抗展 比较神奇的是 乌军的快艇 可似乎在河上任意航行 根据最新消息 乌克武装部队正准备在哈尔索方向 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 乌克国民警卫队正在对整个俄罗斯 防御、中心进行、积极的偵察和火力破坏 以便为进攻行动做好准备 过去24至48小时内 乌军对河对岸的奥尼索机进入了猛烈跑击 城市上空升起了巨大的烟柱 扎波罗尔方向目前西线的罗巴低利地区 俄军只剩下一条很差的走落 为他们的部队提供倒闭 这亦遭到华人炮火的打击 在当时的乌洛泽因等地 昨日乌军仅有很少收获 根据俄罗斯TG频道的消息 这个方向乌军进攻的规模较大 炮2A6已参战了 从乌军发布的作战影片来看 乌军在乍波罗尔前线打得确实比较艰苦 还需要继续坚持远程打击的战略 等到俄军战力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出线出击 我和乌军的节目也介绍过 为了阻止军主力冲向克里维亚 俄军在乍波罗尔一线布落重兵集团 死手花费大量生意扣速起来的120公里长 30公里方的居营防御地方 说得明 这就采取了当年老狐里斯马尔的缩头乌龟展示 任你如何敲打 我就是不出公事,你吹套着吗? 俄关在这一线的部队 包括总预备队有5个集团军 包括第5、35、36、58集团军 和预备队第29集团军 这些部队呈梯次配备在港府的大中心陣地上 其中追离而打的绝对主力就是 曾打过车神战争的第58集团军 然而就是这个军这几天连出大事 今天就不细说了 有兴趣的请看前日的节目 简单来说 就是58军司令被自己老上级 加拉西莫夫总长解证 他指责某些人背后捅刀仔 在最困难的时期 陰险地厄杀了军队 加拉西莫夫因任俄军总长 同时亦曾经是第58集团军的 勞军长参谋长 要知道58军是他的基本盘 《喜加部队》也是俄军追勒打的黄牌军 显然这是继亚加拉同时估计的连续剧后 俄军外部再次爆出的又一季狗血剧场 据俄罗斯军事媒体说 波波夫深受士兵们的尊重 他辞职的消息使俄军人员志气低落 近日俄罗斯著名活动家马克·费金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正处在船渤之中 俄罗斯精英阶层的内部冲突已经开始 总崩溃需要最后的投球 俄罗斯目前正处内战的边缘 而内战的主要导火索 很可能是在对胡克兰的战争中失利 仍然在大国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 很多俄罗斯人将提出令克公不高兴的问题 谁应该负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国家的钱去了哪里? 费金认为俄罗斯的预防危机来自两个因素 身怀不盟的军队和身怀不盟的民族自治 他说要启动总崩溃的进程 只需要一根最后的稻草 各位新老朋友 你们觉得这条最后的稻草是什么? 欢迎给我们留言 其他方面 1.7月14日 乌拉炮击乘波罗县波罗哥夫区马加多夫村的修理厂 摧毁了军前一天运到这里的28部坦克 2.乌拉武装部队第三独立突击旅 一阵大目鼎鼎鼎的亚出雷一次发布了战前冬月影片 来自最坚定的抗恶部队 目前在近巴木特这块硬骨头 3.乌拉炮了一套普京的宝贝武器S8防空系统的移动导弹发射器 最重要的是摧毁了这种防空系统的92M6A轮达 温氏专家说 当这些相当罕见的高度优先目标出现时 被他们迅速捕捉到 这也是第二次确认的5P-105SM21发射器被摧毁 而且被摧毁的程度非常折抵 完全没办法收回 上次S-48系统被摧毁是今年在HISO方向 那次是被海马斯系统摧毁的 这次S-48系统亦是由海马斯摧毁的 理论上S-48的防御范围最远可达3008公里 但它被设置价为90公里的海马斯系统摧毁 说明俄军将宝贵的防空系统 部署在相当靠近前线的地方 可能是为了使他进入靠近前线的乌军战机 俄军经常标榜海格S-1能处毁海马斯火箭弹 但现在已经证明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之所以我刚才说S-48是高度优先目标 其中的原因是它确实很贵 2018年印度在俄罗斯一口气买了 这5个人的S-48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大家猜猜花了多少钱 60亿美金 平均下来一个人的S-48价格就高达12.5亿美元 足够买10格空客A320了 而一套海马斯亦是500万美元 这个卖卖有数位 没关系 全家磁城太监如果要呀 接下来 再次看到我